安康宁闪县四母帝镇严家平村桃园子,59岁的张一平和小他9岁的媳妇娇荣雁从不到外地打工,结婚33年他们守着大山,靠山吃山,夫妻合力,勤俭持家,小家庭从一平如洗到小康富足,徒为夫妻俩给放养的乌鸡喂草,他们养了2000只蛋鸡,计划明年发展到万只。 在林下种的猪磷,三年就能挖,一斤能卖12元左右,张一平家是四年前大量种植猪磷的,去年就开始挖猪磷,到现在一共卖了40万元。 猪磷已有2000多年的药用历史,为我国常用的菌类药材,有利尿甚施等功效,他们家有50多亩猪磷,一年能摘2万来斤猪磷,虽然这几年猪磷收购价只有一元多,但一年也能卖2万多元。 另外还种了三四母魔狱,张一平和焦荣燕是85年结婚的,那一年张一平26岁,焦荣燕只有17岁。 从乡邻的佛平臣家吧,嫁到宁闪四母地,焦荣燕开玩笑地说,我是被他抢到大山里的,结婚时住的是窝棚,墙是用木头和泥巴做成的,绑顶盖的是茅草。 结婚后他们有了三个女儿,盖起了土坯瓦房,还在离家15公路,的镇上买了楼房。 张一平说,镇上的房子一共花了20多万元,现在二女儿住着,照看在镇上上小学的孩子。 张一平和焦荣燕没有离开过秦岭大山,他们已习惯大山里自由自随的田园生活。 焦荣燕说,我们桃园子就是个世外桃园呀。 大女儿,小女儿出嫁,二女儿留在家里找了个上门女婿。 女婿一直在外打工,挣钱很难,在外吃过用过也就能留下两万来源。 张一平和焦荣燕想把养鸡的产业发展一下,他们劳两口忙不过来了,就把女婿叫回家一起干。 张一平在房前屋后,吉山上,养了几十香蜂,在无污染的秦岭深山产,的蜂蜜很好卖,每年都有人上门收购。 在山林里套种的纯天然黄豆,张一平说黄豆种下去就没有管它,让它们自然生长成熟。 张一平在种猪林的山上搭了个窝碰,上山劳动时可以休息一下,养了两条狗则常年守在那儿,帮着看护猪林。 山上有野猪,养几条狗,就能防野猪糟踏装将。 天然黄豆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